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理财专家也来上我们的节目了 他说口中那股无形的集体焦虑 不仅在台湾社会弥漫许久 情绪更逐年增强 说在他出为人母的2003年 台湾的时期总生育率首次跌破1.3 正式成为联合国所谓超低生育率的国家 到2020年全年仅迎来16万多名 再165,000名的新生儿 内政部出估生育率是0.99 出生数比死亡数少了将近8,000人 好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他说刚刚有一个叫做时期总生育率 什么叫时期总生育率 时期总生育率是观察当年的情况 推估所有育龄妇女中期一生会生几个小孩 生育率代表一辈子只生一个 生育率如果是1的话 就代表说育龄妇女一辈子只生一个小孩 任何国家不论规模或人口结构 如果长期维持这样子的生育率 人口萎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事实上比较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长期平衡的生育率是2.1 我们现在一都不到 可见落后很多 不仅要踩刹车 甚至油门还要再加一点 情况还可能更糟 2021年第一季 全国新生额还不到3万5,000人 比死亡人数少了1万2,000多人 若情况维持不变 今年出生人数将低于14万人 预估人口的自然负成长约是5万人 林医师您在物理上也发表了很多的公共论述 引起很多讨论 给我们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其实大概的概念就是 像现在这个议题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其实大家在谈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针对自己想要 阐述的那个立场去谈 但是我觉得我跟刚刚薛老师讲的 我们其实很类似的想法就是 它绝对不会是单一原因 这两天你知道我先讲一个事情 这两天在脸书上看到很好玩的事情 男性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 赚不到钱没有房子 可是女性讲的话不一样 女性讲的事情是说 你以为你有房子 我就要给你生小孩吗 如果女生讲说 我生完小孩生出来 小孩不是盆栽 放在那里就会长大 因为小孩是女 现在台湾如果整个社会结构 还是主要有女人负担生育孩子的责任 跟后来后续的照顾 那生一个小孩出来 生的那个过程对女生来说是 其实最大的负担不在那里 是生出来之后 所以很多人很多很多就是说 我就说这个东西 有没有性别上的讨论 有不同的性别的人 尤其是主要负责照顾者的女性 他们在对于为什么不想生第二个 或为什么连生都不想生 或为什么连婚姻都不想进去 他们的声音 我真的认为 如果我们要所谓的进行 所谓改变或者改善少子女后的状况 真的听一下 有生跟没生的女人的声音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像刚刚讲 我绝对同意它有多因子的原因 经济是一个原因 比方我就在说 假设你的房子只养 只有办法养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的环境不够 你没有办法扩充 你当然可能只会生一个孩子 是 再来我们有晚婚晚遇的问题 很晚才要结婚 很晚才要生孩子 那你20岁生第一个孩子 你中期一生 有机会生到第二个第三个 你到40岁才打算生第一个孩子 你好辛苦才生一个 你其实很难生到第二个 所以晚婚晚遇 当然晚婚晚遇有什么原因 它有经济上的原因 我们刚刚提到社会文化对于一个人的生涯期待的差别 以前的女孩子22岁生小孩 大家觉得很OK 你现在听到一个女生22岁决定生孩子 你说怎么这么早 你没在乎没在乎 他结婚生亚要做什么 就是刚刚整个社会文化对于生育 还有一个人的生涯规划 事实上是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东西你必须面对 所以我才说 现在我自己一直认为 我们该做的事情是 想生的让他能够有勇气早点生 想生的让他早点生 想生的早点生 像他有机会生到第二个第三个 第二再来 他如果有生的 你要给他支持 让他觉得我生完一个孩子之后 人生不会很痛苦 我愿意再生第二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是 他生完一个之后 多数 我们看到很多生完一个孩子之后 女生就说 天哪我早知道我不要 打死我也不要 很多人用打死来形容 我看到很多的女生她会讲说 我生了孩子之后才知道 我要照顾有多困难 我生完之后才知道 原来我那个队友真的是猪队友 不会帮忙的 你是隐色的 男生是不是 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很多 跟我差不多年纪 跟我差不多年纪 比我年轻啦 比我年轻的一些女的女生 我就说 你们有想生小孩的人 你的想法是什么 很多女生都讲 因为我的伴侣很直接的告诉我 他会负担很多的生育责任 也就不是只有我在生啊 我生完 像我周边我看到很多的我的朋友 他们是先生请孕驭假的 先生请孕驭假 对这个太太来说 他有一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在承担生小孩 OK 你跟我是一起称这个家庭 一起称两个 那个猪队友的承担是很重要的 就是伴侣 所以自己 我刚刚就一开始我就先讲 这次在谈生育议题的时候 男性的观点跟女性观点 你会发现有一些差距 OK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女性多数是那个承担怀孕跟生育的那个人 是 他出来的意见跟很多男生在说 其实我觉得原因就在这里 他就有差了嘛 你就知道 可见女性在生育过程 像我这两天我还听到很多女生跟我讲说 林医师你要知道 我们光是评估 我生孩子我要怎么请产假 我的老板跟同事会不会不高兴 像以前我在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 我的很多孕产妇是我们自己医院的同事 是护理师 那你想护理师全部都是女生 应该互相帮忙了吧 没有啊 他光是要 光是跟他的护理长说 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我想请假 他会有一种压力 觉得他的同事都对他不高兴 你去请假 那我咧 工作环境跟社会一些不友善的态度 我们的社会到现在为止 即使我们在讨论生育这件事情 你会不会发现很多的观点都还是放在 这是你们女人的事情 那我在临床 我都不断地告诉所有我们在生孩子 或者在演讲的时候都讲这个事 生孩子一定是社会的事 社会的事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的工作部门 今天你的部署 有人愿意要去怀孕生孩子 你要用我谢谢你为国家的 这个心情来对他 而不是说你造成我的麻烦 我要去哪里请你的职务代理人 所以我们的社会对于女性 一部分一边说你都不生 你们就是爱玩 我听过以前我们某一阵的卫生署 所长说现在女生是不愿意负责任 所以不想生小孩 还给他社会道德的谴责 所以你们就是女生爱玩 像我才看到有很多文章是这样写 可是问题是当这个女生 她去生孩子她怀孕的时候 我们又谴责她 说你这样子罔顾你的工作 像昨天我还看到洪池庸前委员 他在2019年的时候被台湾的几个男性政治人物 还有我们的几个有钱有声量的人说 你就是在立委任务还在生孩子 没有认真做政治 男政治人物生孩子 大家就好棒 你们这些男生真的很厉害 只要秀两张换尿布的照片 大家觉得好棒 女性政治人物生孩子 你就是不认真工作才会生小孩 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以来的社会氛围 所以简单来讲 刚刚薛老师讲到一个事情 他在讲两千年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1996年到201 大概201、215年 是台湾开始有移民妇女的时候 我们讲婚姻移民妇女 就是我们俗称的外籍新娘 那时候为什么出现这件事情 就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发现 台湾的女性不喜欢结婚 不想结婚 更不想要生小孩 所以才会出现我们有一群的男性 他到其他我们讲 在开发发展中国家 看看有没有女生愿意来台湾 所以其实那一层的女性 补贴了当时的生育率 跟补贴了后来的劳动力 这一次一层 你必须在我们谈生育议题的时候 你必须看到人是流动的 那当时是有这一块 所以有一群就是外籍的女孩子 嫁到台湾来 当时有一群 真的不少 所以瓜奇这两天 他也提出这个观念 他说为什么我们今年人口负成长 他又讲说关键在外配 我尊重他这个看法 他说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外籍的女孩子 可能在台湾比较低 所以他某种程度 也解读数字下面的某个现象 这也是说我未来会有一个 我就说我为什么 我说未来的生育率你很难 你能够打到一点都不错了 你要逆转不可能了 因为我们当时的很多移民妇女 是在所谓的 她的所谓经济发展中国家 可这些国家接下来经济发展会很好 而且这些国家 她接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因为这些女生 我们之前在很多研讨会发现 必须出国工作的移民 移工妇女 她其实因为她可以赚到钱 所以她回到她自己母国 在她的家庭里面 家庭地位会上升 因为她有能力做这件事 她讲实在女人有钱会比较大声 那她有经济之后 她可以培养她的孩子好好念书 所以她的孩子未来 可以不用像她离家背井 去其他国家工作 或甚至嫁到其他国家去 那这里面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 依赖很多的所谓移民妇女 她们接下来是台湾很重要的劳动力 但是你说未来还有没有这么多 我相信一定会减少 也会减少 不论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是未来逐渐在他们的经济 跟文化改变的情况之下 她也会慢慢回流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简单来讲 当然你说国家一定会做一些政策 就我了解 接下来还是会有一些鼓励的政策 但是那个鼓励政策 我在临床问我的病人 说你生了 你要不要听说 生一个再给你多少钱 要不要 补助多少要不要 她说这个钱对我不是诱因 所以给钱 不会让女人愿意多生孩子 我可以再讲三次 给钱女人不见得会生孩子 我们不是给钱就生孩子的人 但是你让女性觉得 我生孩子是受到支持的 是受到祝福的 不是被诅咒的 不是觉得你造成我们的麻烦的 她愿不愿意再多为国家 多为家庭再添一个孩子 我相信她会愿意 所以让愿意生的人 她可以早点生 让有生的人被支持 我要讲有一群 我们像这两天在讨论 我们还听到有一些人说 都是八加九在生 说青少女 我就要问回来了 青少女生的孩子 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孩子 是 那为什么你们觉得 青少女生的孩子 不值得生下来 不值得被支持 那我们当然知道 青少女生完孩子 她可能很难回到学校 她很难找到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不见得是叫她不要生孩子 而是她生完孩子之后 你能不能让她回来念书 你能不能让她回到社会好好工作 最后得到还不错的薪资 那她不是很平衡吗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挑 谁应该生 谁不应该生 想生的人可以生 而且她获得支持 觉得她获得这个支持 愿意再生第二个 愿意再生第三个 是我们接下来这个国家 要面对的事情 OK好 非常谢谢这个林医师 真的临床医师 又有非常深厚的女性的观点 在这问题上 就提出一个颠覆 传统性别框架的见解 我真的要颠覆 因为我身边凑男生很多 真的 多少对我这种 这小孩会有 而且不好意思 还有我们的群组 那种台大的教授 小孩也都有这种观点 我以前在学生的时候 我这个年代当学生的时候 老师会跟大学女生说 你们来念大学干嘛 你们念完书 还不是回去生孩子 你们干嘛念大学 我们在那个 我那个年代是还有经历过 这样子的社会文化的想法 所以除了经济之外 文化的社会的 包括职场的 都应该要有一些全面性的思考 中原经济学里面 叫做低生育率的陷阱 台湾人爱赚钱 最近迷股票 你如果要台积电 可以继续去 你就必须思考一下 什么叫低生育率的陷阱 生育率的困境是跨世代的 我们这个世代不深 下一个世代什么 小朋友更少 再下一个世代更少 会变成一个什么 没有人的台湾 然后因为人少 我们经济活动的贡献就少 比如20到40岁 这生产力最强 没人 没人造型 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 没人要花钱 像我这个年纪 我真的很少花钱 已经真的少花很多 真的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体现 所以没有人创造财富 没有人去消费财富 国家的整体财富怎么累积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不说生育孩子是 是人民的共同的功德 但事实上我们应该用一个 新的态度去面对它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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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阅